人哥 我觉得怎么今天你有点不一样 你剪头发了吗 没有 换眼镜了 没有 换新西装了 也没有 那怎么感觉你背后有一双隐形的翅膀啊 好 那想知道为什么 就请看今天跑解盘 大家好 欢迎准时收看8月11号 星期四的忍者无敌 我是主持人德宇 首先邀请到我们今天 背后长出一双隐形的翅膀 面面俱到的股市大人哥 摩尔陀沪的陈坤仁分析师 大人哥您好 德宇好 大家好 仁哥 你刚刚说 如果想知道 为什么你背后有一双隐形的翅膀 就要看今天的节目 那赶快跟大家公布一下答案吧 到底为什么会突然伸出双隐啊 好 那先看这张同影片 我想这一天我真的等了快三年了 因为如果就 你看我们的这个牌的画上面写的是 证券期货双分析史诚坤仁 我一直以来都是期货跟证券的双分析师 但我们在节目里面从来没讲过期货 是的 那原因的话是因为我们必须要遵守法规 那我们之前并没有期货的证照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公司是新开业 开业两年之后才可以申请期货的投顾的执照 那我们也顺利的取得这样合法合规的执照 所以我们今天开始正式可以帮大家说明期货这部分 所以为什么说今天是 虽然没错 为什么叫如虎添翼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股票难免受到行情的拖累 可是如果当我有期货这个工具的话 我可以做到股票所做不到的事情 我可以放空 我可以避险 我甚至可以投机啊 所以在今天从今天开始的节目的话 我们会有一些相关的调整 我们除了股票之外的话 期货的观点也会跟大家做相关说明 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的话 节目的内容会把它拆成三个段落 那主要的话还是讲一下行情 然后讲一下个股的选股 甚至像是期货的部分 都会帮大家去做完整的节目的呈现 真的太棒了 所以呢 为什么这个一只凶猛的老虎 背上伸出了双翼 如虎添翼 股票加期货也让我们的操作更加的得心应手 当然也这个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参与我们在股票 还有期货上面的操作 想要更进一步了解的话 0800-668-085的专线电话都可以进一步来询问 那么商请教大人哥 是不是不管股票 不管期货都跟大盘的行情没有办法脱钩 都是有关联的 没错确实是这样子 因为其实如果就我们刚刚前面说到的 因为如果就算真的个股再好 我很老实说 有时候行情的影响 它难免会受到拖累 那这就是现在目前 你必须要跟行情去做挂钩的地方 可是如果就期货来说的话 更好了 因为行情在偏多的趋势之下 我顺势偏多操作 那行情在偏空的时候 我可以顺势去放空去做操作 所以如果就整个 所谓的行情的影响来说的话 其实期货它就是属于一个顺势敲逸为主 你可以得到更大的绩效 那在个股来说的话 我觉得还是要尊重一下 现在目前行情 然后你要有顺着行情去做一个 调整的这样一个操作的部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大盘 是涨了258点 这个涨幅有1.73% 最后的收盘指数是15197点 当然跟这个昨天的美股大涨 脱不了关系 因为这个美国公布了 7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 居然只有8.5 那么加上我们这个地缘政治的 这样的一个危险因子 好像也暂时宣告解除了 因为对岸说 均演暂时结束了 那么在这样两个因素的影响之下 台北股市今天又离季线 要再更近了一点 那么这样的一个行情 明天是星期五 大家会不会不太愿意爆股过周末 只能够开心一天吗 请教大人格 好行情的部分来说的话 我觉得把它分成是短线和趋势面 那就如我们最近不断跟大家提醒到的 国安基金有没有在做护盘 我可以大声的告诉你 有 原因就是因为像昨天的行情 你看这个是费判 费成半导体指数 这根黑K棒 就是在昨天的时候是中错的4%多 那国安基金很聪明啊 他就护金融拉金融不要去拉电子 因为外资就在倒电子 所以如果他去拉电子的话 就跟刚好让外资就要去倒货啊 可是不一样的状况来了 就是在今天星辰收盘的美股的四大指数 因为刚刚德宇所说到的CPI的年增 只有8.5% 通膨趋缓了 美股四大指数通通起涨 那美肺半今天就上涨了4.25% 就把昨天那个跳空下去的又跳空上来 然后呢你看一下这个是 这是NASA指数 NASA指数又创下了近期的波段新高 所以人家明明在月季线之上去做震荡 明明人家是守稳的过程 所以台股这边来说的话 他就会走一个叫做万五关卡 去做一个测试 震荡完毕之后以时间换取空间之后 然后再去做一个转强向上 顺势酝酿搁空 我再次强调 我这个时间点我还是看到很多很多人 不相信航行会涨 而且甚至有一些人他们去做放空这样的动作 那可是我这样讲 现在正在做一个蓄积能量 蓄积空难的部位 航行在所谓的利空钝化 利空淡化之后 他就会酝酿一波所谓的后续的上涨 补涨这样的行情 那甚至我们今天早上在盘前提醒的时候 也跟大家说到 在季线渐渐的趋缓 走平的这个过程来说的话 前阵子的季线是15500点 可是现在目前的话 季线只剩15330几点而已 而且它是越来越平滑的 所以平滑过后之后 其实你会发现说 那个压力越来越轻越来越轻 只要一个利多 就跳上去就喷出去了 所以这是现在目前趋势面的看法 那当然这两天的行情 我还是回来到所谓的短信的这个方向的部分 那短信方向 那就刚刚德宇所说到 明天礼拜五或许有人会比较偏保守 可是在保守的过程之中的话 其实我觉得它还是可以把握一个原则 也就是看大 然后做小 那大型股如果这边去做一个回稳的话 你不妨留意它的受惠的中小型股 那还有的话就是说 你要留意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 我这时间点 我也不倾向你去做所谓的追高追价的操作 因为很多的个股在短线上面大涨之后 它会遇到一个问题是明明基本面不错 可是短线课在那边冲来冲去了 那这个问题的话就会变成是 短线上面的一个创高拉回 可是我如果是做好一个叫做是 拉回手稳偏多操作的这样子 我其实已经讲了很多很多天了 一直一直念 然后就是变成说这种观念的话 是现在目前的很重要的操作策略 你就可以避开短线的震荡 然后把握到一个趋势的方向 所以这个在行情的部分 先跟大家做一个相关分析 好 那么刚刚大人哥有提到 这个个股的部分 有的时候筹码比较凌乱 或者是人多的地方 甚至有一些冲浪客 进来搅局的时候 难免都会受到影响 如果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加上期货的操作 是不是可以避开这些烦恼呢 我们先稍微的休息一下 待会继续回到 忍者无敌的节目现场 继续回到我们忍者无敌 古魔力的节目现场 陪伴大家 我们面面俱到的股穴大人哥 摩尔头顾的陈坤仁分析师 大人哥想请教您一个问题 就是今天盘面上头 我们可以看到 几乎是百花齐放 但是呢 有一个现象 我不知道我观察的对不对 那么就是有一些 之前蛮强的这个个股 或者是族群 在今天大家开始一起往上涨的时候 他反而是出现了比较大幅度的拉回 或者是修正 就像大人哥之前在节目当中 或者是在盘前提醒一直告诉大家 走势开始出现分歧的这个网通肋骨 今天好像就有这个现象 该怎么样继续追踪呢 大人哥 好 因为其实别人都要告诉你 天天冲冲冲 天天涨停反恭喜会员 那在我们节目里面的话 我是会比较倾向告诉你 现在目前行情的判断的方向 我会告诉你用数据 用一些指标股 来指引你一些选股的一些操作的重点 所以其实你有看我们这期节目的话 我就会告诉你说 其实我们网通我很早就讲了 我们2月的时候 就跟大家提醒过120块的省准 然后呢 4 5月的时候就跟大家说过 那个网通什么什么 第一季库存超过百亿 那都是新闻搞不清楚状况 这样的写法 那你会发现说其实到了最近 突然你也网通我也网通 全部都在讲网通 不是重播是大家都在讲 所以当这个状况发生的时候 我们就在我们节目里面 提早跟大家说明说 其实如果你看一下网通 趋势绝对是对的 但你如果看到他现在目前的走势的话 真的是变得比较分歧一些了 那有一些个股有那种 就是那种爆量长上引线的 或者像是一些 有一些比较明显的短线客那边 冲的痕迹的时候 我们就有跟大家提醒一下 过一些相关的个股的部分 那结果你就看到今天 明明大盘是上涨258点 结果你看到有一档个股 来我给大家切一下 来这个是谁 3596的致意 他跌情 是啊 我不晓得昨天还有没有跟你喊 致意你好棒棒 还是怎么样一个状况 但是我们早就跟大家说过了 这时间点 我不会让你在这边 去做一个追高网通的动作 可是好的股票 逢低拉回去做承接 致意是对的股票 我先讲 但是这边绝对是一个 追高上面之后的一个 短线客出厂这样的痕迹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原因是因为 你如果看他昨天刚公布季报 所以我也常跟大家说过了 你这时间点 你务必要看一下 营收季报跟法说会 尤其是指标股的法说会 等一下就跟大家做相关说明 昨天的致意的第二季的季报 竟然是一个不如预期的季报 然后呢 他的不如预期的原因其实还好 因为他的第二季的费用的部分的话 是增加2亿元 主要是因为5G的新产品 然后呢测试的那个费用 相关认证的数字增加了 还有研发人员的招募 这都是对未来是好的 但偏偏他就是给你一个1.95元的 不如预期的EPS 他就直接跌停给你看 这是现在目前遇到的原因 对着股票 可是遇到这种数字不对的时候 或者对到那种 短线客这边提早去做出场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这种现象发生 所以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了 3558的升准 上以线嘛那怎么办 今天就送你半根跌停 没有跌停就是半根 然后他今天是除息也是不如预期 那短线客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 短线客未必喜欢去做除息 因为他的资金会被卡在那边 卡一阵子 那这是现在目前 一些相关个股的走势的 比较分歧的状况 然后6470的宇治 有没有 爆量高档长上以线 交给大家过的 这种是执掌的黑K棒 那目前看起来的话 他就真的是 短线上面就比较震荡一些些了 然后另外的话 当然5388的中壘 他7月份的营收 创下历史新高 我觉得还不错 那可是到这边为止的话 其实我觉得中壘也不用去做追高 因为你看这种短线上面 他那个离月线的那个位置 怪力实在是太大了 所以这边来说的话 不妨等到对的股票 拉回首稳再去做承接 再看一张股票就好 3163的波洛威 有发现吗 这个也是什么 爆量长长的高档的上影线 所以别人在跟你讲 那个慢慢的在那边 蹭高档的股票的热度的时候 我们早就已经领先 再去做下一个逢低进场的 好股票的布局的地方了 所以要跟节目刚开始的时候 跟大家做相关说明的地方 那继续讲下去 我们刚刚前面说到的 这时间点真的很多的法说 会指引方向 然后营收财报都在去做公告 那这时间点的话 反而是可以好好蹭着这些 相关的利空 然后去做一个检视 让利空去做淡化之后 回归到整理转强向上的这样的行情 是我们最近跟大家提醒到的方向 所以你会发现说其实在 今天早上我们的盘前提醒 我给大家看一下 有图有真相给大家看一下 盘前提醒来 这是每天早上的7点 你一定可以看得到的 我们的LINE跟Telegram 一定会看到盘前提醒这块 那这是我们每天早上5点半 就起床写给大家的 那7点的时候你会看得到 然后接下来就是大概8点多9点多 法人券商这边就转记 那最近的话我有帮大家去做相关更新 这个是投奔比 投奔比的部分的话 每天每天我帮大家去做相关的更新 你可以参考一下 现在目前你不是看买超的张数 你务必要看一下 投信他们买的张数 然后去除以他的股本 因为这样才可以知道说 他们买的力道是大还是不大 影响力到底大不大 所以这个观念顺便跟大家做相关提醒 来 接下来的话 这边是8月11号的盘前提醒 这是每天早上 这今天早上7点01分你就看得到的 那我这边讲什么 我就说啊 美股CPI 美国的CPI降幅又于预期啊 所以美股手机线台股就会补量跟上 但是我们要做的是第三季 看大做小的 挫账股去做拉回偏多操作 那我这边有说到的是说 你看像台积电 我觉得很棒 真的是胡国神山 台积电我们昨天说过了 他的7月份的营收创下历史新高 然后呢昨天同一时间的时候啊 其实联发科我们昨天节目没有讲到 所以我帮大家去做一个补充 联发科很恐怖 他的营收竟然是掉了20% 月减19.87% 可是呢到这边为止的话 我反而用另外一个观察角度 来给大家说明 就是我这边呢 其实我看到的一个状况是 联发科他真的是 他法说会不是法会啦 他那天开完没有崩盘 有很多股票崩盘 但是他没有崩盘 所以联发科他是开法说会之后呢 他其实也有示出来他的方向 因为他就说他下修了他的营收 可是呢 我们就跟大家说过了 如果你可以看到联发科 因为利空不跌 利空那个去做测试 去做一个打底的过程来说的话 其实他就对IC设计 有一些支撑的效果 所以联发科他今天没跌 来给大家看一下 2454联发科 联发科这边看起来没有跌 那当然他这边还 距离他之前的填席 还真的是需要努力 所以目前看起来的话 至少这边先做一个打底盘底 那你就会发现说 其实在联发科 回稳的过程来说的话 看起来IC设计跟IP 好像就有点像是被带动的 这样的感觉 那当然有一个原因是因为 电子的关系 因为昨天 今天清晨收盘的费办也是上涨了 所以你会发现说 其实有一些 电子的IC设计的族群 突然也转强了 6138的帽打 我们很久没有讲了 你看他今天涨停板 那他涨停板的原因 因为他也昨天公布了 他的第二季的季报 5块钱很棒啊 明明人家是连续两季成长的 可是股价就 你看 我就跌得很 很委屈了 我这样讲 那如果就他今年的角度来说的话 他的第四季 一样有他的新品要出来 然后新的就是新的量产的商品 在第四季的时候 可以很明确的 如果有出货的话 他这边都是一个相对的底点 所以这是在IC设计跟IP的部分 那IP的部分的话 你会发现说 其实今天的指标股 立望也涨停板了 对 那立望的话 你可以去留意一下 我真的是每天每天早上 那个盘前提醒 那个时间不太够 还有版面不太够 所以我们会尽量在其他时间 帮大家去做补充 立望涨停板的原因 他昨天开了一场法说会 他说我们第二季的获利 一样创新高啊 他说我们的那个高速运算 车用这块的话 一样是成长啊 很棒啊 很棒啊 可是人家还一度 还跌破了千金的关卡 所以今天的话就还工到 所以我觉得今天的上涨的过程来说的话 真的有很多是利空盾化 还工到的行情 或者是说明明人家不差 可是却跌得很委屈的一个回升的行情 所以立望他就带动了整个IP 有回稳转强的这样一个现象发生 所以你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因为顺便讲一下 立望也是台积电的受惠 我们我也常常说了 你买进台积电 你不如买进他的受惠股 看大作小 对 看大作小 讲过N次了 你看像今天3661的世新 台积电一个族群的 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护国神山 因为他营收创高 因为他资本支出持续扩张 因为他技术持续领先 依然带着我们的国内的上市贵公司 持续往前 世新K1今天上涨了7.93% 然后顺便看一下创意的 创意其实这边来说的话 其实维持高涨震荡 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那540块这个位置 其实我觉得他钱高 比较有机会去做一个挑战 另外跟大家补充一档 我们平常比较少讲 那今天特别帮大家去做 提醒的是643的M31 我们第一次看到他在节目里面 因为他之前也比较属于比较务实一点 或者比较像是一个稳健在去做经营一点 所以他比较不是那种标 所以我就会比较常在讲像创意这种 就是那个挫杀的趋势成长股 拉回手稳就这样 比较转向上 那如果你看M31的话 其实我比较少讲 那可是你可以特别留意一下 你看他今天这根大量 还有的话你可以去稍微留意一下说 他其实他的车用也成长 因为他也是台积电 他也是台积电扎扎实实的IP受惠股 车用的部分 高速运算的部分 你也再去看一下他前几天 也有公布出来说他们要实施库藏股 那库藏股的观念很简单 库藏股的意思是说 我公司就说我很委屈啊 我们就拿自己的公司来做固盘 翻成白话纹是这样子啦 所以他今天的话就上涨6.45% 如果你看他这个线型的话 他之前也是一直跌 然后沿着 沿着季线被打压 沿着季线被打压 可是你发现这两天的话 他是用一个打底转强 站上季线的这样一个方式 然后这个观念 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去做相关的补充 那当然我们的YouTube的影片 也跟大家做分享 就是说我的YouTube影片 如果我们在节目里面有讲一些比较 不清楚 或者你有需要问的话 像有人问到说像6789财运 我就说财运他也是受惠股啊 他之前也是很可怜啊 人家上市的那一天 就受到行情崩盘的影响 就这样下去 然后就在那边就有这个震盪 对啊 所以他就这边做一个震盪整理 至少他也回归到一个 比较回稳的轨道 那7月份营收掉 我觉得还算合理 因为你如果看到真的有一堆的股票 你看联发科也掉了20% 那7月份的营收掉 叫做是目前真的有一些库存调整的过程 可是你可以发现说有一些逆势创高 或逆势转强的股票的话 是他们这个时间点真的因为看到 接下来的展望的部分 那我一样看好财运接下来后续 他是受惠到台积电光学的感测 那一块的风测的成长 所以财运的部分 虽然这几天他守稳守住了月线 但我觉得一样看好他 好 那我们刚刚听到的呢 是大人哥关于这个网通 关于台积电的相关概念股 还有这个联发科的营收等等 所做的这样的一个剖析 那么如果所有的这个观众朋友 您也像每天早上呢 都能够在第一时间 就拿到大人哥这样精辟的盘前提醒的话 欢迎您加入大人哥的Lite Telegram频道 那如果加入Telegram频道 一点进去就可以看到盘前提醒 在早上七点钟的时候 那如果是Lite的话 记得要帮我们按右上角 那个像文书那样的一个标记 它会出现一个红点 就代表说呢大人哥的盘前提醒已经上架了 记得要点进去才能够看到 好 那么另外呢 我们的这个YouTube频道呢 也麻烦帮我们订阅按赞分享 同时打开你的小铃铛 大人哥呢 刚刚讲的这个头本笔的概念啦 甚至像这个看大做小的概念啦 其实在我们大人哥玩股 这样的一个教学单元当中 都跟大家分享过 可以常常看看 常常复习 我相信对大家在操作上面一定会有更大的一个注意哦 那么当然如果说您加入我们这个Lite8的话 别忘记咯 我们的Lite8现在已经全新改版升级成立了这个忍者家族哦 那么原先的这个老粉丝 原先的会员朋友不必做任何的动作 贴心的大人哥已经帮大家主动升级成为忍者家族的一员了 那么新朋友可以利用荧幕上头看到中间的这个按钮按下去 或者是直接私讯大人哥写我要加入忍者家族 那么大人哥一收到讯息就会赶快让你成为我们忍者家族的忍者 成为我们的一员哦 那么不定时的享有荧幕上头看到的这些好康大放送了 好那么今天节目的第二段呢 讲的是在这个股票操作个股的一个部分哦 那么接下来是不是会继续维持这样一个动荡的行情 在个股的部分又有哪些要注意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重点呢 我们请大人哥帮大家做一些提醒咯 好那最后归纳的话我觉得方向是对的方向 也就是震荡之后往上的方向 那这个方向的话其实还是要请大家做好所谓的看大 然后做小的这样子的选股的方向 因为你可以看着趋势成长股的指标股啊 然后去做所谓的第三季的投行的机体质上股啊 像我们刚刚前面说到的 或像刚刚德宇帮大家提醒到 我觉得网通是对的啊 只是这边是贵啊 哦我要等它拉回手你再来去做承接啊 然后呢之前跟大家说过 像工业电脑也是缺料缓解啊 甚至像是台积电的受惠股 或甚至像是车用的部分的话 其实你看我们节目里面一直讲 就是轮来轮去轮来轮去 只是对的方向之外的话 你还有所谓的把握精准买点的地方 那买卖点的部分 我觉得还是一样让我们自己的会员权益 所以再基于法规 基于会员权益的话 你可以多看我们节目 那如果需要我们我的协助 然后呢需要做一些相关的持股见诊 帮你去做太多换墙 然后跟上我们获利的角度 也欢迎加入我们获利的团队 好所以呢大家可以直接加入 大人哥的这个LINE 8 有任何问题呢都可以私讯大人哥 那么有任何的问题 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 0800-668-085 0800-668-085的电话 我们就跟着大人哥呢 先让大人哥帮你的持股 做一个全身的健康检查 太弱换墙 这是一定要做的事情 然后呢再来布局的就是第三季 第四季法人即将任养的这些新标的 而且呢我们动作会比法人更快 让法人来帮我们抬轿 休息一下我们待会继续回到节目的现场 欢迎回到我们忍者无敌 聚宝旗的节目现场 哇这是我们的聚宝旗第一次跟大家见面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画面上头 一只凶猛的老虎背上伸出了一对翅膀 这也代表了股票加期货可以让我们在投资市场 这个力上加力所向无敌 那么请到的是我们面面俱到的大人哥 我们的摩尔头库陈坤人分析师 当然要请教一下大人哥了 你说股票加期货他们有利上加力 同时也有互补的这个功能 到底股票跟期货有什么不一样呢 好那如果我们刚刚有前面有跟大家说到的 因为行情在震荡的过程之中 难免你的股票就算再好 基本面再好的股票 一样说说到行情拖累 可是当我有期货这项工具的时候 无论是避险无论是投机 那都可以在这市场上面 都有它的相关的效果 所以为什么我们之前 我讲很坦白就是因为我们公司刚开业 所以两年之后才能去申请期货牌 所以现在这个时间点 我们拿到期货牌了 所以赶快来跟大家分享 这个很好用的工具 当然第一时间 如果你要期货的时候 你可能会听到过去一些 错误的观念 我们刚刚前面说到 像网通也是错误的观念 那种就是有人告诉你说 期货风险很高啦 其实像赌博一样 不好意思那是他不懂期货 我讲很坦白是这样子 我可以很大声的告诉你 期货它可以让你在这市场上面 让你的绩效更稳定 让你的绩效更高的获利 所以我们继续看下去 来这个是我们的 聚保期的第一次的推出 那为什么要说是聚保期 原因就是因为 我们一样有 城市的策略交易软体 就像古魔力一样 这么棒就这么优秀的 我们这是心血研发出来的 那真的花了蛮多钱 来 所以如果回来到 所有的期货交易的时候 我要跟大家讲一个 很重要的观念 也就是期货不是赌博 不要拿来做当作是一个高杠杆 高风行的这样的商品 因为如果你可以做得起0050 可以做到0050 就是元大台湾50ETF的话 你就敢做期货 只是你要用什么方式去做它 我这样讲一个观念 你这时候你做一口大台值的话 其实你是在做300万的0050 的那种观念 或是像300万的台股市值的股票 但是如果你这时间点 你只花了20万 就是一口的保证金20万 你只要花18万去做得到的话 其实你就用了16倍的杠杆 那16倍杠杆 当然是一个高杠杆 高风险的这样的交易 可是如果我们准备比较足够 充足的保证金 充足的本金的时候的话 其实你就可以降低你的杠杆 降低你的风险 那我很讲很简单的 如果你一天获利只要10点 抓个10点就好了 那10点的话就是2000块 那你一年的话就足够让你 去做到绩效翻倍 因为一天10点 然后200元 然后250天 你就可以赚到50万元 所以你就可以用50万的本金 操作一口大台值 一年之后的话 你就是绩效翻倍 这是可以做得到的 当然前提是你必须要 遵守好你的纪律 因为期货毕竟是属于一个 比较波动大的 因为它是跳的 跟着指数跳 所以你要做好你的停损 和停力 那抓好这个目标的时候的话 你就可以很轻松的在这市场上面 跟着我们一起来做 期货的操作的交易 那我们后续的话 会跟大家做相关的分享 包含了像是 期货的一些迷迷嘎嘎 交易主义事项 我们都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做分享 那第一期的节目的话 先跟大家做一个相关观念的沟通 如果你一天赚30点 你的一年的绩效是翻倍 你可以一年可以赚到150万 所以藉由纪律操作的方式 可以让你拒杀成打 甚至让你可以 获利翻倍的这样一个动作 来继续讲下去 那为什么要说今天节目叫做聚保期 原因是因为我们一样有策略平台 那如同古魔力一样好用的工具 我们在期货这一块叫做是 聚保期的策略平台 那我们这个策略平台的话 之后跟大家做相关比较细部的分享 包含了我们有三大策略 那中间的话会有一些买卖的讯号 甚至像是会有一些即时的讯息 让你去做 跟着我们讯号来去做轻松的交易的部分 好那这个聚保期 其实它的操作的方式是非常简单的 因为你只要跟着我们的讯号 这是上的红色箭头 然后呢 这边就是一个做多的买进讯号 然后呢 这是新兴的记号的话 就是停力出场的讯号 这是可以跟着轻松去做多 然后你如果要做空的时候的话 你会看到这个下 倒三角形的绿色的键号 它就表示空单的进场的讯号 那你也可以看到这个新兴的绿色的记号的时候 它就是空单 停力出场的这样的讯号 所以你只要跟着讯号来去做操作 你就可以掌握 非常简单明了 是的 轻松简单明了 所以你会发现说 其实这边就有 这是今年的最近这两个月的 六月份的操作绩效 那六月份我特别跟大家说明一下 那时候的大盘的行情是破底的行情 但你如果运用期货的放空策略的话 你可以在一个月份里面 赚到35万8千块 1790点的这样的大行情 大盘破底 但是我们运用期货可以赚到1790点 是 原因就是因为这真的是有图有真相 那我讲很坦白的是在 我们的聚保期的这个操作策略来说的话 它曾经在六月初的时候 出现了一口多单的讯号 16677这边 但好景不长在这边 16479这边有一个放空的讯号 也就表示说你这个多单 在16479这边必须要去做一个停损 之后反手去做放空 那放空之后的话 你可以从16479这边沿路报到14491 这个2000点的行情你可以抓得到 扣掉停损之后的话 你可以赚到1790点 哇 我讲清楚说明白是这样 我不会告诉你管转不赔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当行情在波动大的时候 我们可以顺着趋势去做放空 甚至顺着趋势去做多 你可以拿到股票这边的亏损之后的一个弥补 甚至你可以在期货这边直接去做放空 去做一个活力这样的动作 所以是6月份的行情的部分 那7月份行情也顺便跟大家做一个相对提醒 原因是因为如果你有看到 7月份行情 老实说它是一个比较黏的行情 因为那时候的国安经济进场了 那时候的行情的话是要跌不跌 要涨的话不太涨 所以那时候我们的绩效 就在7月份来说的话 只有获利272点 获利来说的话是54400块 这是现在目前我可以跟大家说有读有真相 我们现在目前聚保期的 简易的操作说明的地方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赶快帮大家带一个下一位投影片 所以我们正在启动一个是以50万本金 然后一口大台纸 来去做操作的这样子一个 财富自由的计划 我们要用期货带着我们的会员 带你做到财富自由 那怎么样去做操作呢 我们刚刚前面说到的 你一天只要赚10点 你一年就可以翻倍 所以当我在获利50万之后的话 你可以先把这 你当初拿到的本金 先把它获利入贷 先做到这样子一个 不要去担风险 我们先把我们的本金先拉回来 然后在这时间点的话 我们就用一口的期货去做操作 那我们再赚到一口的 就是从50万赚回50万的时候 那我们可以用100万 然后开始做两口的期货交易 然后做到200万的时候的话 我们再去放大我们口数 变成4口的交易 所以无论这个时间点 你有50万 500万或5000万 请你配合我一个动作 请你只要先用50万就好 你不要去放大杠杆 你不要用压10口那个 我很老实说 你如果现在一次进场10口的话 你根本没有承受那个风险 所以请你先好好用一口 来去培养那样的期货操作的观念 先让你在这个稳稳的获利之后的话 再去配合你的本金 去放大你的倍数 达到你的财富自由的这样一个计划 所以就要跟大家做一个更清楚的说明 所以如果真的因为这样的关系 跟着我们期货的操作来去做操作的话 你可以在今年的时候 然后这是今年1月到7月的绩效统计 那你1月大概可以赚300多点 然后呢到了大概到4月左右的话 你已经先赚了第一桶的50万 那你可以把这个50万先收回来 那就开始就是那个几乎叫做是 就是让你赚到钱 帮你继续力滚力上去 那6月份的话 你看到这1790点 这都是有图有真相 我们刚刚看到前面的部分 然后呢 今年的获利累累计的话 可以到5864点 也就表示行情在震荡的过程中 无论行情的涨跌多空 我都可以在这个期货市场里面 有赚到一个比较稳健的绩效 那如果回来到这两天 的行情操作的部分的话 你会发现说 其实在昨天的大盘拉回的时候 我们就有这个多单的讯号 这个是你有发现吗 这个我刚刚前面说到的 网上的红箭头 是的 这是在8月10号的时候 做多14910 那到了这个新兴记号 新兴记号的时候 这是在8月11号 也就是今天早上的时候 我们在15125这边 去做一个获利品仓出场 那这个波段的话 就是赚了215点 每点200元 就是获利43000元 轻松获利入贷 这样一个观念 一天的时间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神奇 但是我特别留意到 大人哥刚刚在这个 每一张图的下面 其实都写了8个字 叫做纪律操作聚杀成塔 所以纪律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当然咯 这个怎么样做多 怎么样做空 这也非常非常的重要 要请教大人哥了 如果我们也想参与这样子 力滚力 而且你看8月10号到8月11号 短短这样子 我们说一天的时间吧 就能够有这么高的获利 要怎么参加呢 好 那我想得意帮大家点到重点 我想应该蛮多人会在 我们接下来的后续的节目里面 看到我们更多更多的操作的分享 那这个时间点我们正启动的是 期货财富自由计划 所以我们就准备这样字卡 那如果你要参加我们这个计划的话 欢迎在我们的LINE 这边去跟我做视讯的下旬 也欢迎用0800 66 8085的方式 那你就可以来试着跟着我们一起 从一口的大台子开始去做操作 然后稳稳的达成所谓的 期货财富自由的计划 欢迎大家来做做参加 好 所以呢 不管你是要跟着大人哥 利用股魔力来做股票 或者是利用我们的聚保期 来达到我们的期货财富自由 都可以利用我们0800 66 8085的电话 或者是直接加入大人哥的这个LINE 私讯大人哥了解进一步的细节 那么记得我们的那个图腾 就是一只凶猛的老虎 背上长出了一对翅膀 股票加期货 绝对能够让您如虎天翼 在投资市场 利滚利 钱滚钱 源源不绝 而且呢 能够财富自由 今天非常谢谢您的收看 有任何的问题 不要忘记咯 0800 66 8085 或者是直接加入大人哥的LINE 都可以 今天非常谢谢我们面面俱到的大人哥 摩尔头库 陈昆仁分析师 谢谢大人哥 谢谢 喜欢我们的节目请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 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影片的上片通知 要获得最早最专业的韩式提醒 和更多的精选个股分享 请加入我的LINE和Telegram官方账号 ID是小老鼠 BAREN888 谢谢大家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